哈嘍各位兄弟們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我是老頭歡迎來到方舟生存進化 哎今天呢我們要介紹一個新的模組就剛講完就開始下雨了 what the fuck 今天呢我們裝了這個模組呢是老頭前兩三天找到的叫做終生代模組 那這個模組裡面呢有一些算是奇形百怪的生物算是嗎應該不太算是應該是說 呃原有的生物經過魔改外型可能會有點不太一樣然後應該蠻酷的吧 啊我想應該是蠻酷的那麼在遊戲開始之前呢跟各位講一下齁 之前上傳的那個另一個世界模組啊啊方舟另一個世界模組啊 他沒有辦法進行單人遊玩啊我那時候玩到中間之後離開遊戲再進去之後他直接給你到那個創角色的畫面我整個傻眼 浪費我那麼多時間真的是非常的遺憾哈哈哈哈 哦然後我又上網去查了一下他好像是如果你要保存檔案的話你必須要架設伺服器 哦也就是說呢這個比較傾向於多人哦那之後老頭可能會開個伺服器多人再看是要怎樣吧 好不好這個暫時另一個世界模組就要先暫時先封閉一下先關閉了沒有辦法玩真的 因為如果你要這樣子我單人玩到一一鏡到底我要玩到兔啊我光是一個人被一群恐龍圍我都快快要受不了了 各況你要我一鏡到底不讓我休息啊所以說我我我覺得我體力沒有辦法情況之下我還是把它關掉好了 好反正就等我伺服器加好確定我自己能夠進去了然後也確定確實加好伺服器裡面的那個存檔不會不見 我在考慮要怎麼進行吧好不好所以說那個模組暫時就先擱著啊不要理他我們來玩這個新的模組這新的模組我覺得還不錯吧 好不好終身帶模組我們現在看一下老頭現在用這個指令召喚出來的所有的工作臺來看一下這些有什麼用哦 剛剛老頭稍微看了一下有幾個感覺像是製作材料用的像是這顆蛋 他是製造哦一些有的沒的你看像這腐肉不用等不用等腐敗了不用等腐敗了用他媽的點進去他就自己做好了 好啦好啦不要做不要做而且他自己做哦他不需要你點哦然後還沒有聲音哦超安靜的 哈哈哈然後你要做這個哦腐肉再加黑狗是不是我們黑狗 做一個一個不給啊嘿嘿嘿 哦他應該會自己做啊會不會是倍數成長五倍五倍的我就不知道了 哦要電路元件這些啊要的材料好像是比原本方舟於原始設定你還要來的 還要來的簡單吧而且你看素質這麼難取得的他直接從那邊給你轉化兩個木頭兩個碎石有沒有很爽 啊總而言之這些就是一些雜七雜八的素材素材製作方式像是這個看起來像熔爐有沒有 ZOIC4G這眼睛一看就知道是熔爐了我們這邊有沒有什麼金屬礦物啊 丟進去給他燒一下看來是沒有對我沒有金屬好不好反正應該丟進去馬上就可以做出來了 然後再來這個我真的不知道是幹嘛的嘿 就感覺是一個很大的火爐 點下去就開火了然後我就變得超熱 好這個目前有帶商榷 然後呢這一個呢我也不知道這是幹嘛的 我也覺得這個有點怪怪的這是什麼東西 怪怪的怪怪的怪怪的 放肉進去肉是不能放的啊 對所以他能放什麼其實我不是很了解我也沒有太太多的研究他 總而言之先把它弄出來以後就知道了 然後呢這個是召喚boss的模組吧 對沒有錯這個好像是召喚boss的模組 然後呢他這邊很多英文喔這個之後就有帶商榷 然後這是召喚首領 這什麼東西啊一大堆看不懂的圖案 什麼的蛋還有眼睛 還有Dragon牙齒 Dragon牙齒 奇形怪狀的 這邊還有King Kong 召喚King Kong出來尻尻 他寫什麼Friendly Friendly是變成我的隊伍的意思嗎 不管了 總而言之這邊很多啊 然後他這邊什麼 食肉動物的飼料 哇他這邊還要做專有飼料啊 魚生肉 欸我剛好有欸 然後這什麼 生肉可以做成這個 baby food 這是baby food 哎呦這是baby food 那我覺得我做來沒有批用 就給baby吃的啦 這邊寫baby food 然後這是什麼 這應該是補血用的 好他需要一些材料 藥水 我覺得其實我們不太需要藥水 我們有超屌麻醉槍 用超屌麻醉槍就夠了 好吧 欸這還沒看完 哈哈 然後這個工作臺呢 上面之前是這個 讓你去做有機居合物 兩個居合 兩個居合物變有機居合物 我不會什麼他這樣轉換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其實都共用的東西 為什麼要做轉換呢 不知道 就是怪怪的 然後呢這個工作臺呢 就是一些 呃也是 召喚 然後再加上 建築吧 好 加上建築吧 然後用這個 像洗管的東西 你知道一下密 這應該是取素質的東西吧 然後強化板 有可能 嘿 儲存 然後工具 嘿 欸啊這個 這個我有了 對這三個我都召喚過了 然後武器 武器 武器之類這個 好眼熟哦 好像曾經哪裡看過 我幫哪個模組的 哦 都超屌的 好了 差不多了 稍微逛個一輪給你們看了 來吧今天呢 我們要去外面探險了 新的模組 新的生物 我們來看這些新生物怎麼抓齁 來吧 別話不多說 我們來看看這周圍到底多了些什麼 哦 那那個 那個會 那個會吃石頭那隻就不要理他了 哦 這邊有一隻超藍的是什麼 哦 只是顏色比較藍的五齒翼龍 很好 非常好 哇塞 我已經看到了啦 嘟嘟鳥那麼大一隻 哈哈哈哈 阿法嘟嘟鳥 完了 而且他主動攻擊 我靠他會燃受傷害 這個屌這個屌 我來看看 哎 滑鼠不要往下 我來看看 哎 他說超兇慘的 哎 他想要吃我 你有本事吃我啊 這 這有辦法暈啊 哎 我剛剛沒有仔細看 他是野生 他是野生 他確實是可以暈 阿法嘟嘟鳥 哇 射不到為什麼 我老了嗎 準度不夠了嗎 還是說太遠了 我又把迅猛龍弄死 怪什麼東西 嘿嘿嘿 來了 呦 一發入魂 非常好 有裝模組就是爽 來 我看一下這怎麼處理齁 這家伙 果實的 給我給你吃果實 不是給我吃果實 是給你吃 去 吃不吃 完蛋了 我怎麼有一種抓不了他的感覺 難不成你肉食性 完了 好啦 剛剛老頭弄了一些東西哦 試試看他吃不吃這些東西 我剛是有看到黃金飼料啦 我把黃金飼料弄一弄之後呢 我看他吃不吃哦 我先不要丟黃金飼料 我們剛剛看到這個 有這個撲撲 這個是大便 不知道他吃不吃 只要請他吃屎 然後這個 這個不知道是什麼 然後他再來就是黃金飼料 這三種 為他一種看看 首先呢 丟一頭大便看他吃不吃 哎呀不吃 非常好 那我想當然不吃大便嘛 哎 那就吃飼料了 這傢伙就吃黃金飼料了 那黃金飼料怎麼做啊 我目前為止是沒看到工作臺有黃金飼料餒 這是我用那個CNC召喚出來的 好了我們已經有肚肚鳥了 要裝備安才可以騎乘 我先給他吃一下傳送道具好了 這邊有一隻精英迅猛龍 打他快點 嘟嘟鳥打他快點 大家知道你的厲害 我靠1800 超肥嘟嘟 這邊還有小隻嘟嘟鳥啊 我迅猛龍看到都要跑了這樣子 喔沒有那隻倒彈龍 抱歉喔 搞錯了 好啦我們先傳回去 這個 不是這個吧 怎麼要一個什麼 這個頭我怎麼可能做得出來啊 我有沒有看錯啊 這個是嘟嘟霸王龍 然後這個是需要施救獸的頭顱 我有沒有看錯啊 哇賽啊這個頭顱 哪哪搞得出來 我問 啊我說 這種頭顱搞得出來嗎哥哥 你在框我啊 哈哈哈哈 天啊 逼不得已啦 哇誰弄得出 施救獸的頭呢 你是在叫我 來這邊一個嘟嘟鞍 來弄一個 我們來看看 你前面一開始就這麼的硬喔 哇靠 這個數值也挺不錯的耶 他是不是可以拿在手上 我記得 嘟嘟鳥我記得可以拿在手上啊 這隻不行 這搞不好是舊版嘟嘟鳥吧 好了 七層 嗚喔 喔耶 這攻擊距他媽超低 右鍵 C鍵 不要惹我生氣喔 好跟你說不要惹我生氣喔 他沒有什麼其他功能耶 他就只是大隻然後又會跳而已 咬一下1800 虧你攻擊這麼高咬一下1800 欸又打到什麼 毒液血 毒血液 打到了毒血液 欸 原來這些素材是打野生恐龍就會給了喔 我看一下打多少 哈哈 使用 W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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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fuck 我嗑下去然後呢發生什麼事啊 吃一下 哇 我有什麼變化嗎 並沒有 越來越強了是不是 感覺不出來 沒有感覺出來越來越強啊 反正總之這些東西 好像是可以拿來製造一些道具用的啊 不要亂吃 真的不要亂吃 不要亂吃 你怎麼又不給了 剛剛是打誰給一些道具打 剛剛是打誰給一些道具打 哇這個什麼都沒給 精英迅猛龍 啊精英迅猛龍是吧 我知道這樣子施救獸的頭 到底怎麼拿啊 我很納悶施救獸的頭到底怎麼拿 所以我就不懂了 沒關係 我看前面那一隻 我蠻想要的 那一隻是翼特龍吧 我沒記錯的話 來 翼特龍咧 他看到我飛奔而逃嗎 下雨下三小 啊原來他是跑到我們家 阿根廷死了啦 喔 幹什麼東西 喔唷好險喔 靠北阿根廷死了 我要怎麼 我要怎麼出去啊 OMG 停止攻擊喔 乖 幹他去哪裡 哈哈 多多久你要去哪裡 來這邊聽話 嘿 來 餵他一下 他巴根廷咬死了 我八蛋 超不爽的 咬屁咬阿 來來來 喂 這什麼東西 硬幣 可以使用這個硬幣阿 這個小米挖哥 給他心臟加硬幣 給他心臟加硬幣 兩個 兩個心臟 可以讓他幹嘛 喔 不知道是什麼 沒關係 我們看他是不是吃肉 這家伙 不吃肉的 這個 吃這個 吃這個 欸這傢伙居然吃這個血 他吃血會加訓養值 喔原來如此喔 血是可以直接拿來當訓養用的阿 只是加的比較少阿 好那我們就直接給他丟個飼料 飼料最快 飼料加最快 好起來了起來了 哇 OMG YUSH 不過這時候他的移動速度還不能點喔 這有點非常的可惜 好那就算了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一隻 這一隻 易特龍 他所需要的材料是什麼 希望我可以做啦 又是絲飼獸 到底絲飼獸在哪裡 絕對難不倒你 好他難倒我了 哈哈 欸 他是母的欸 啊 啊 衝啊 走路速度好慢阿 這傢伙餓壞了 吃個肉杯 等一下你不要跟我講說這傢伙 他不吃肉的 他只吃血 完了我沒有多餘的血攻他 攻他 攻他補充餒 小動物隨機給道具 兔子的頭 啊 多搖一點好了 我會搖一點比較特別的東西 金屬鐮刀 有 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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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不出他吃什麼 我看不出他吃什麼 他叫我吃大腿肉阿 這麼挑食阿 很會挑食捏齁 這吃大腿肉他不吃 他不吃一般的一般的那個生肉 他吃大腿肉拉 挑食狗 好吧算了 那這樣把他帶回家 我覺得這個模組阿 呃 前面應該大致上都會跟我們很久以前玩的那些模組有點相似喔 不過我覺得後面可能會有點不太一樣 因為我看到有一些恐龍 他會渾身發電 然後還會渾身發出一個很神秘的氣息 齁 那個恐龍是要怎麼出現我就不曉得了 好不好 那個之後就 呃 敬請期待好不好各位 那時候就敬請期待了 好吧 那我覺得我今天差不多先玩到這裡齁 那我們呢 明天一樣 就是去外面再探索 多收集一些素材阿 那個 恐龍的血液阿 毒液阿 以及就是這些頭顱 這些頭顱非常的重要 這些東西 都是拿來製作的相關道具 順便去探索一下那個 石舊獸的頭到底要怎麼獲得 齁 然後呢 以及這個硬幣到底是能幹嘛 好不好 這個我們後面繼續看下去好不好 好吧 那麼今天先到這拉 一樣喜歡記得分享 按個喜歡 或是在下面留言 感謝各位收看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集 中 中什麼 中時代 中生代 中生代 中生代模組再見面 掰掰 中生代